一日开始呢民法典正式实施了 离婚程序中增加了30天的冷静期 昨天记者从瀋阳市民政部门了解到 在离婚冷静期迎来的第一个满月之际 瀋阳市有13对冲动型夫妻撤回了离婚申请 从元旦到昨天 瀋阳市民政部门共计接到离婚申请2014对 冷静期内撤回13对离婚申请 工作人员介绍 不少夫妻都是因为一些家庭小矛盾 而走上离婚道路的 其中有一对90后的年轻小夫妻 当时来的时候还是抱着孩子来的 二位是因为不知道春节要去哪里过年起了政治 一怒之下才抱着孩子过来离婚 在夫妻双方提出离婚申请时 工作人员一般都会对他们进行劝解 拯救一个小两口 收益的就可能是一大家人 当有当事人过来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 在办理的过程中就是比较不配合 然后态度比较消极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呢 他们可能离婚的意愿不是很强烈 多数就是属于冲动型的 对于冲动型离婚的当事人 工作人员表示 离婚冷静期能对他们的情绪起到缓冲作用 有时间让夫妻双方都能冷静下来 重新梳理婚姻关系 对于冷静期结束后仍然要求离婚的 双方需要携带相关材料 在冷静期结束后的30天内 再来领取离婚证 如果仅有一方到场 或者逾期未领取的 都视为撤回离婚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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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